就不喝就不喝 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 这该如何是好啊 我说 都下去吧 是 娘娘怎么了 有点头晕目眩 奴婢去叫太医过来 先不用 你查得如何了 娘娘 听说皇上私底下 问江太医要了露血 江太医说 露血性恋 与圣体无意给回绝了 但奴婢发现 永寿宫的人 每日都到露院 割了新鲜露血 并非用露血 难不忏 这些酒给皇上喝 皇上在江太医那儿 索要不得 怕是另有人 用露血酒讨好皇上 皇上此刻再何处 永寿宫 咱去永寿宫 不必请安 都退下 永寿宫的主位呢 皇上 怎么办呢 朕头晕得厉害 想睡会儿 你先出去 叫皇后先回去吧 皇上 你别睡呀 皇后娘娘会责怪臣妾的 她是皇后你是妃子 你为她训斥几句 等皇后气消了也就罢了 等正好些了 再去见皇后 出去吧 我 我 不知皇后娘娘奉嫁来临 臣妾未能远迎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上呢 皇上 皇上酒醉 在寝宫睡下了 是你割了鹿血酒 让皇上喝下的 皇后娘娘 皇上一心想补好身子 臣妾也想劝皇上 置于龙体 可劝不住啊 你倒是会推突 皇上让臣妾相伴 臣妾不敢不从 你若劝不住皇上 大可以来告诉本宫和太后 你一味纵着皇上的心子乱来 就是肆意隐瞒 居心不良 皇后娘娘训斥 臣妾何该领受 但请顾着皇上的颜面 您先回宫歇息 皇上说待她好些 便会来找您的 身为嫔妃 敢哄皇后娘娘走 令妃娘娘也太大胆了吧 臣妾不敢 皇上酒醉伤身 眷于朝震 你们却不思劝戒 献媚讨好 媚惑主上的罪 你们担得起吗 臣妾之罪啊 皇后怎么来了 臣妾恭请圣安 都起来吧 朕哪 不过就喝了点酒 并无大碍 皇后放心 臣妾侍奉皇上多年 从未见过皇上白日酗酒 可能是 今日较为疲累 偶尔松返松返 皇上喝酒松身 臣妾是不敢多言的 只是嫔妃们求一时之效 给您敬了露邪酒 露邪酒的性子过热 皇上又在体虚的时候 臣妾实在是担心 皇上须不受伤了龙体 皇后啊 朕明白你的心意 不过朕刚才说了 这事也就过了吧 大白天的都散了吧 各自回宫去 怎么 没听见朕说话吗 皇上 他们是自己知错了 这才跪在这儿了 您要轻纵他们吗 皇后如此地不依不饶 难怪他们这么畏惧你啊 皇上 是臣妾的错 臣妾有罪 娘娘 三宝拿了醒酒磷 还是请皇上 趁热喝了吧 不必了 这方才吐得难受 不喝了 朕不是说不喝吗 皇上喝了这么多酒 应该喝点醒酒汤 缓喝缓喝 说不喝就不喝 娘娘 皇后呢 娘娘 皇上要是生气 要做要罚 臣妾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皇上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臣妾实在是心疼 臣近日累了 就在令妃这儿歇下了 皇后也回自己宫里 冷静想想 自己有何错处 令妃 你从朕回去 其他人别在这儿点眼了 都回自己宫里去 是 皇上封臣妾为皇后 直言禁禁不算有错 皇上若是怪罪 臣妾自己跪下手法 这是干什么 妖怪你自己跪 娘娘 您这是何苦 父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妻子不能劝一劝吗 就算她是高高在上的君上 本宫是臣子 不能一劝吗 皇上 皇上 皇上您别生气啊 她打算跪多久 皇后 皇上 您不先出生 皇后娘娘哪敢起来啊 她这是照着皇后的身份 来要挟臣 皇上 皇后娘娘对您隐心关切 只是 情急之下 才会言语不当的 皇后糊涂了 皇娘干涉臣 撤住臣 怎么连皇后也生了这样的脾气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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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娘娘 海大医 喳 王后娘娘 王后娘娘您醒醒 如意 娘娘 王后娘娘您醒醒